歡迎收看 上個星期我們談到 第二章第四節的第二小節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進行第四節的部份 也就是有關於政治哲學的課題的部份 這個是最後一小節 也就是第三小節 在第三小節這裡要處理的課題是 柏拉圖在他所寫的 Apology 這個作品 跟我們這一節所處理的課題 也就是柏拉圖的 Quitto 所寫的政治哲學之間 蘇格拉底是否有這個矛盾 之所以會認為可能有這樣的矛盾 這是一些研究柏拉圖哲學的學者們所提出來的 之所以會認為有這樣的矛盾 是因為在 Apology 那邊 我們很明白的看到蘇格拉底講這樣的話 這個話就在書裡面 33 頁 這個第三小節的第三行的地方 在那裡蘇格拉底這樣說 他說 Man of essence 雅典的人啊 I respect you and I love you 我尊敬你 我也愛你們 But I will obey the good the God rather than you 但是我會服從神的聲音 而不是服從你的聲音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 Apology 以及更早的 Eucifer 那裡我們都看到 主要的課題是虔誠的課題 是一個宗教哲學的課題 對不對 那麼蘇格拉底被控告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蘇格拉底呢 這個缺乏這種宗教上的虔誠 但是在那裡 我們看到蘇格拉底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 他說他會服從神的旨意 而不是服從你們 雅典人的旨意 那麼他那樣講的時候 事實上就表現了他 並不是一個不虔誠的人 對不對 OK 但是他在那個說法裡面就顯示了 他會聽從神 而且聽從的是他心裡的那個聲音 而不是去聽從這個雅典 他周遭的人的聲音 然後他說 And as long as I live and breathe I will never stop doing philosophy 他說只要他還活著 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 那麼他是不會停止這個哲學的工作的 Not even if I were to die many times over 即使是很多次 他還是會繼續做哲學這樣的工作 那麼如果這個 apology 所講的這個是事實的話 顯然的蘇格拉底 他是一個對自己的內心主觀的看法 非常堅持非常執著的人 他聽從自己的內心的聲音 他聽從他所認為的神的旨意 那麼他是不會去管社會 對國家這個別人的想法的 也就是說就像我們在孟子裡面看到 孟子說這個雖千萬人無往矣 就是別人的意見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自己認為是怎麼樣 這個是在 apology 這句話裡面我們所看到的 可是在 Quito 這裡 各位如果還記得 我們在 Quito 那邊看到蘇格拉底說 他要遵守國家城邦的法律 那他要遵守國家城邦的法律 不管這個法律是善的還是惡的 主要就是一個城邦之於個人 就像父母之於個人一樣 那麼即使他是惡的法 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我們跟這個城邦之間的關係 使得我們必須要去做一個守法的人 那麼現在的這個法指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審判裡面這個法指的就是什麼 這個雅典公民對於蘇格拉底的審判 所以等於是蘇格拉底要去聽從雅典的公民 所講的 所判決的 可是在 Apology 那邊他講的卻是 But I will obey the God rather than you 對不對 那麼所以看起來 這裡似乎有一個矛盾在就是 如果我們把他 把這整個簡化說 這是小我跟大我的之間的關係 那麼顯然的在 Apology 那裡 蘇格拉底表達的就是 我只管我小我對不對 我是不管大我的 你們怎麼去判決我 我不會遵從你們的 可是在這個 Quinto 這裡呢 他卻顯示了他要去遵守 大我這個國家 對他的判決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裡似乎有一個矛盾在 那麼我們這個第四節的第三小節這個部分 就是要去處理這樣的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如果擺在黑格爾的哲學裡面 其實就是主觀精神跟客觀精神之間的衝突 那麼我們在上個星期簡單的提到黑格爾的所謂的主觀精神 說黑格爾的主觀精神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個人的心理的層面 譬如說愛情 譬如說自由的感覺 譬如說我所認為的正義是什麼 而客觀的精神則是社會面的 他指的是制度 國家 法律 然後在愛情裡面他相應的就是婚姻的關係 對不對 那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一種衝突在 這個衝突就是什麼 一個人進入到婚姻的生活當中 然後結果他發現到他不愛了 那他就會有一個主觀精神跟客觀精神之間的衝突 因為他在一個法律所保障的婚姻關係裡面 可是他卻他的主觀的部分 卻想要脫離這樣的一種情況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譬如說在這個法律跟個人所追求的自由 法律常常限制個人的自由對不對 那麼主觀的精神想要得到這樣的自由 可是外在的法律限制了你 譬如說在肺炎疫情期間 那你就不可能不可能什麼到處亂跑 到處去開party 到處去這個 跟人這個群聚 但是你很想這樣做 因為你很孤單寂寞 想要這個找人請訴或者什麼 那麼這裡當然就會有一個主觀精神 跟客觀精神之間的衝突在 那在宗教哲學跟政治哲學之間 事實上也會有這樣的一種情況 而且這種情況就表現在 當一個人他的一個 內心裡面的信仰 他所深信不疑的東西 跟外在他所生活的社會世界 的各種規定有衝突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主觀精神 跟客觀精神之間的衝突 之間的衝突 那麼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蘇格拉底是不是 要在這兩者之間 在小我與大我之間 在他的內心的神的聲音 與這個外在的城邦法律之間 做一個選擇 而且就是選擇某一方 是不是只是這樣 還是蘇格拉底在這裡面 他如何去調解這兩者 或者說 他在他的 如果他是一個一致的人 他在這樣的一個形式裡面 如果他是具有一種 行為的一致性 那麼那個行為的一致性的 理性在什麼地方 那個行為的一致性的邏輯是什麼 那麼 這個真是我們在這一小節裡面 所要探討的一個課題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書裡面 在 33 頁的 倒數第二段 那個最後三行那裡他提到 Whereas in the crypto he argue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 laws even when we disagree with them 他說我們即使不同意法律 我們也必須要遵守法律 In a nutshell 總而言之 should we obey our God or the laws of our community 我們到底要去聽從那個 所謂的神的聲音 或者 也許是良知的聲音 或者是 這個 召喚的聲音 還是我們要去遵守城邦的法律呢 這個真是我們所要看的 那麼他的解決這個看法呢 就是用了一個我們現在 這個經常在政治哲學上提到的 公民不服從的概念 來解釋這一點 那麼這個就是33頁的 最下面這一段 他提到 The problem is resolved in what we call civil disobedience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公民不服從 那麼公民不服從是什麼呢 他下面馬上就做了一個解釋 是在33頁到34頁之間 他說civil disobedience involves breaking a law out of piety toward the spirit on which the laws are based 那麼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公民不服從呢 涉及到的就是 Breaking a law 就是違法 對不對 那麼可是這個違法是什麼呢 出自於 out of a piety 出自於某種虔誠 這個虔誠是什麼 虔誠於某一種精神 out of a piety toward the spirit on which the laws are based 而這種虔誠的精神 正是 法律所立基的 精神 正是法律所立基的精神 所以他看起來是在 違反法律 但是事實上 他是以符合於這個法律所立基的精神的方式 在違反法律 這個是公民不服從本身 所牽涉到的一個 內在的衝突或者是矛盾在 這個是我們書裡面在講到這一點 他要用這個概念來解釋 這個 蘇格拉底 他 在這裡面 他所顯示的一個邏輯的 一致性在什麼地方 那麼在書裡面的34頁這裡 他解釋了 這個 進一步的解釋了這個公民的不服從 他說 If you examine sense of justice 他說 這個 你說 經過你的檢驗的那個正義感 你檢驗你自己的正義感 經過你檢驗的這個正義感 diverge sharply from the laws of your community 他跟你所生活的社會的法律 是完全不一樣的 衝突的 Best model of justice recommend that you should violate the individual law you oppose 那麼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的正義的典範呢 他給你的意見就是 你要違反這個 你所反對的 某一個個別的法律 然後呢 他說違反這個法律 這個就是公民不服從的不服從 就是不服從 但是他下面 但是他下面說 but you should respect the form of the law 但是呢 你還是要去尊敬這個法律的形式 然後呢 這個法律的形式呢 這個就是公民不服從的公民 所以公民不服從呢 因此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你還是把你自己當作是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裡面的公民 你還是把你當作其中的一員 但是你不願意遵守某一個法律 不願意遵守某一個法律 所以公民不服從並不是什麼 是完全的要反對整個國家社會的體制 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就沒有公民的部分 只有不服從的部分 那個就是革命 就是推翻政府 所要做的工作 那可是在另一方面 你也不是什麼 完全的接受 這整個的體制 你認為某個法律 是你所反對的 這個法律呢 違反了你的正義感 違反了你所信仰的 你的在你的信念裡面 是你所認為對的 從而你不服從這樣的一個法律 所以它兼有著兩個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面向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 34 頁的第五行的地方 她談到了美國的一個黑人民權運動的女性 那麼她的名字叫做Rosa Pax Rosa Pax 那麼這位Rosa Pax 她在這個20世紀的中期的時候 那麼她做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法律規定 當時美國的法律規定 這個黑人在公車上要讓座給白人 那這個Rosa Pax 非常反對這樣的一個法律 她覺得這完全是沒道理的 你說身體強壯的人 讓位給老弱婦孺 這個是合理的 但是黑人要讓座給白人 她覺得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一種種族的不平等 所以她拒絕這樣做 於是她坐在公車上 她就坐在她的位置上 堅持這個不站起來 那白人發現她不讓座 就報警 所以她就被逮捕了 那麼她後來被逮捕 這個上了新聞 那麼引發了整個黑人 聯合抵制這個公車運動 也就是所有的黑人都決定不讓座 就違反這個法律 那麼Rosa Pax 這件事情 後來美國國會就稱她叫做現代民權運動之母 好 這個就是Rosa Pax 她在不讓座那時候是還很年輕 這個是她後來的照片 那Rosa Pax 她因為不讓座的關係 所以呢 這個警察就來找她 警察就來找她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Rosa Pax 面對警察來找她 她講了這樣的話 這是三十四頁的第六行 她說Yes, you should arrest me 她說她對警察說 你應該逮捕我 for I broken the law 因為我違法了 and those who break the law are subject to penalty 那違法的人就應該受處罰 but while I resp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law 她說我尊重這個法律的結構 I reject the justice of this particular law 我拒絕這個特定的法律的正義 也就是這個規定黑人要讓座給白人的這個法律 所以她尊重整個法律體制 可是她拒絕這個黑人讓座給白人的這個法律 那後面有一個紙句來修飾這個 particular law 她說 which mind examined the sense of justice refuses to acknowledge 她說我的這個檢驗過的正義感 拒絕承認這樣的一個法律 拒絕承認這樣的一個法律是正義的 那麼這個真是Rosa Parks 的一個態度 那麼我們要來看看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就是一方面她不願意遵守一個法律對不對 但是在另一方面她接受逮捕 甚至她接受懲罰 接受法律的懲罰 這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 就是一件事情並不是黑白兩面的那麼的清楚 你可以看到 Rosa Parks 在面對這件事情上面 她保持了一個非常理性冷靜 但是並不簡化的那樣的一個態度 那樣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她所要面對的的一個處罰 那下面呢在三四四頁的第二段 她就解釋了這樣的一個態度 她說true philosophy 她說真正的哲學 真正的哲學並不是專制的 or even disrespectful of the community 或者是對於社會是不尊敬的 just the opposite 相反的真正的哲學是反過來的 她是開放的 並且她尊重整個的社會的制度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因而這個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就具有一種悲劇性 我說她具有一種悲劇性就是 因為我內心的正義感 讓我覺得 我不應該去服從這個法律 可是我對於這個社會的尊重 我對於體制的尊重 讓我要接受這個懲罰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因此就會變成一個悲劇人物 就是我不遵守法律 並且我要這個 接受不遵守法律 所產生的一個後果 這個是 在這個公民不服從裡面 所 這個概念裡面 所含有的一個內在的 衝突 就是它不是一個 它不未必是一個 happy ending 未必是一個happy ending 在現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當中 包括哲學系有一些做政治哲學的同學 他們甚至就是專門研究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但是我覺得他們開始走到另外的一面去 哪一面就是 他說我是公民不服從 所以政府不能夠逮捕我 我覺得在他們的那個說法裡面 已經表現了 它根本就是 這個對整個的法律的體制 或者說這個 Rosa Parks 他所講的這個所謂的法律的結構 或法律的形式 他已經甚至都不尊重了 因為他認為 他只要 有拿著一個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那就是上方保健 就沒有人能夠動得了他 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結果公民不服從 反而變成了是一個特權 但是事實上 你如果從這些 這個主張公民不服從的 這個早期的 這些人來看的話 他們並不是主張這樣的一個特權 他們事實上是面對的一個 內心的聲音 跟一個外在的法律規範 他們選擇了 他們 這個在這樣的一個衝突當中 的一個結果 在我們的書裡面的 三十四頁的這個 第二段這裡 也就是這一節的最後面的一段 他舉了中國古代 明朝的古代的一個 一個官員 這個作為例子 那麼這個官員呢 叫做海瑞 這個書裡面 他用英文拼音 海瑞 那麼 這個海瑞 是一個忠誠 我們的書裡面說 The Great Confucian Officer 偉大的儒家的官員 海瑞 那麼這個海瑞怎麼樣呢 他說他 Once Agnized over What to do about an abusive Mine Emperor 他 對於這個 明朝的皇帝 這個明朝的皇帝呢 是明世宗 也就是嘉靖 他的那個 年號叫做嘉靖 那麼 明世宗呢 是一個 昏庸無道的 的一個 皇帝 那海瑞呢 做為一個 這個臣子 那麼他就非常的憂慮 就是面對這樣的一個 這個 胡作 非為的 皇帝 他 要怎麼去做 所以他 提到這個 Agnized 就是很 這個憂慮 面對這個明世宗的一個政策 他該怎麼做 他該怎麼做 他覺得皇帝所 下的命令是錯的 可是他知道 如果 他反對這個 明世宗的話 他會被猝死 那 他現在面對的就是 他要去 接受這整個 體制 還是 還是 他要 服從他內心裡面的聲音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 這個 abusive 就是這個 胡作非為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 這個中藝本裡面都把它換成 昏庸或者 昏潰 這個不只是昏庸 跟 昏潰而已 因為昏潰 感覺其實是沒有什麼作為 那這個 abusive 其實是 這個 胡作非為 那樣的一種情況 然後 同影片這個就是海瑞 後代的人所畫的 這個 海瑞的這個圖 可以順便說的就是 這個 海瑞罷官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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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在文化大革命前 一出很有名的戲劇 一出很有名的這個戲劇 那麼 他講的就是海瑞的故事 那海瑞呢 因為他 這個什麼 膽感 這個 這個 帽著 他的 烏紗帽不保 甚至他的 命不保 來 這個 勸見 皇帝 所以 在 中國大陸就有人就 這個 寫了這個 劇本 海瑞罷官 那麼 海瑞罷官這齣戲 上演了之後 這個引起了整個 這個 中國高層的 注意 那麼甚至最後就引發了 文化大革命 就引化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所以像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它即使是在后来 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海瑞他怎么做呢 我们的书里面他就谈到海瑞的一个两难 他说 his sense of respect demanded obedience 他说他的对于国家对于皇帝的一种尊敬 要求他要服从 his sense of justice 但是他的正义感 demanded that he eared his grievance 那么他的正义感要求他 heir 这里作为一个动词 那么这个动词就是什么 抒发出来 就是好像吸一口气 呼出一口气把它说出来 说出什么呢 说出他的 grievance 说出他的不平 说出他想要抱怨的话 他的正义感让他必须要把话给讲出来 作为一个臣子这是他的职责 他必须要这样做 那可是对于这个作为一个儒家的臣子 他必须要遵守皇帝所要求的 于是他在这里面就面对两难 所以海瑞最后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在书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the solution he did on 他说他到底提出了就是照亮了怎么样的一个答案 he remonstrated with the emperor 那么他还是走到了朝廷去 然后去劝谏皇帝 and brought his coffin along with him 然后他去朝廷看皇帝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棺材 带着棺材走进去 就是知道自己大概会没命 可是他非得这样做不可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在公民不服从里面所含有的冲突 以及这个冲突所具有的一种悲剧感 那么如果了解这一点 事实上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苏格拉底在apology那边所讲的话 然后以及他在quito这个地方 他所表达对于国家的遵守 这两个态度其实都是他真心信奉的 他遵守这两者 在他所谓的内心的神 他的所认为的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的感受当中 他知道是这样 但是他也尊重这个城邦的法律 所以他被判决了 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决 就像我们在上一段所看到 那个Rosa Parks 他事实上也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说我遵守美国的法律 既然法律这样规定 我就接受处罚 可是我就是不要让座给白人 因为他认为那样的让座是错的 那么这个才是一种所谓的公民不服从 所以公民不服从不是什么 把这个公民不服从这个概念当作是一个挡箭牌 当作一个招牌 然后说因为我是公民不服从 所以我合法 我做的事情是合法的 你做的事情就是违法的 公民不服从 那个不服从其实就是不服从法律 所以他就是违法的 那违法就会受到这个处罚 那公民不服从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甘愿接受处罚的一个情况底下 实施他对于某种违反他的正义感的一种作为 这个就是他在这里面用公民不服从来解释 苏格拉底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逻辑的一致性 那么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其实并不是相互冲突的 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的人生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不同的抉择 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些抉择并不是很清楚的 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只有一个 相反的 有些时候你可能需要做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选择 那么这些选择必须要什么 你有一个清楚的头脑 知道你要什么 你追求什么 你认为什么是对的 然后在那里面针对整个复杂的情势 来决定你所做的这个选择跟实施你的行动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 就是最后这一小节 他所要谈到就是苏格拉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苏格拉底不是只是在宗教哲学上面 表现了他的一个看法 他在政治哲学上面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看到 他也表达了他的某种看法 而且这些看法到现在为止 就是当我们生活在我们现代的世界 我们其实还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第四节的部分 那么下面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节 那第五节是整个苏格拉底的史前的整个叙述的第四部的柏拉腾作品 那么他所叙述的就是苏格拉底这个史前的情况 我们就来看看这里我们的书里面 在三十四页这个地方 他怎么去描述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过世 那么首先就是在第五节这里他的这个标题 叫做冒险永恒 那么这个冒险永恒的意思 就是这个英文的 Risking Eternity Risking Eternity 他所牵涉到的是柏拉图的这个著作飞斗 那么我们因此一路看过来 Useful Apology Critic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飞斗来 那么他其实也等于就是为这个苏格拉底之死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那么这一节的部分 主要探讨的的是有关于生死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 在那里苏格拉底谈到 这个死后的世界以及这个人的生命跟这个死后的世界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标题里Risk这个字眼它本身是冒险的意思 所以是要冒一个什么险冒什么样的风险 那么那个冒什么样的风险 那个什么就是作为Risk的受词 那么所以Risking Eternity 就是冒永恒的这个险 那么冒永恒的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永恒来冒险 就是永恒是有可能的 可是也可能什么 得不到永恒 所以它是一个冒险 但是呢 我们要为了永恒的这个可能性 而冒险 为了永恒的可能性而冒险 那么这里呢 谈到了这个永恒 那么是因为它牵涉到死亡的课题 那么人面对死亡 他很这个很他所要这个内心里面 所要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 死是不是就把一切给终结了 把一切给终结了 那一旦一切给终结了 当然就没有永恒可言 在各式各样的宗教里面 他对于这个时候都有不同的叙述 比如说这个轮回 就是一个常见的 在希腊 在这个佛教 或者是印度教的这个思想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种轮回的想法 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印欧民族亚利安人 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传统 所以由这个文化传统出现的 就会是一种轮回的观点 就是多神论 而且是一种轮回 一种轮回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 而在散逐那边 就是建立这种回教 犹太教 基督教 这个散逐的文化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没有轮回这件事 那么所谓的死后 事实上就是永远的到一个地方去 到天家 天国 或者是到地狱里面去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直线性的一种观点 跟刚刚提到亚利安人或者是英雄民族 这种圆圈形的观点 轮回的观点 这样的一个差异 那死后到底会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里面都牵涉到冒险 唯物论的观点是 就是这不是一条直线 也不是一个圆圈 相反的 它会是一个线段 也就是说死了 然后就消失了 终结了 一无所有了 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死后会是怎么样 所以它这里面就牵涉到 一个这里所说的risking 就是所谓的冒险 那么这个冒险是为了永恒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永恒 但是也可能并不永恒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就是 飞斗篇里面它谈到这个 在飞斗篇里面我们看到 它讲到这个死后 它并不是告诉你说死后一定有什么 死后一定有天国 死后一定有地狱 或者死后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情 所以它会是一个冒险 这个是它之所以用risking 这个字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 说在飞斗篇 它记载的就是苏格拉底 它的整个死的一个经过 所以飞斗篇被当作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的一首报导 因为在那里面飞斗非常清楚的 这个几乎是巨细米的描述了苏格拉底之死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在这一节的一开头的地方 它首先就讲到 它说 这个 in the dialogue named after him 这个 him 指的就是飞斗 它说 在这个以他的名字 就是来命名的对话录当中 is he reeling of all the friends present during sacrotis last hours 那么 he 还是指的是飞斗 飞斗就开始一个一个的说苏格拉底死的时候 有哪些人在场 所以他把那个在场的人都很清楚的说出来了 reeling of all the friends 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念出他们的名字来 all the friends present during sacrotis last hours phato said to acercrates plato i believe was here 然后呢 他讲完了所有的人之后 那里面没有柏拉图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飞斗就顺便的一提这个柏拉图 说柏拉图 我相信他是生病的 他没有来 他没有来 好 那我们书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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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这个柏拉图 这个没有来这件事情 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可惜的一件事情 毕竟飞斗这个对话录 其实是柏拉图所写的 所以柏拉图事实上 他是 借由 飞斗那边听到 然后来叙述 如果这个对话录就是 柏拉图所写 而且柏拉图不在的话 那么在西方的绘画里面 描述 苏格拉底之死的 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在 头影片上面的就是 其中的几件作品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作品 这个叙述 就是 画这个 苏格拉底之死 都 表现出 柏拉图的 所谓的朋友们 也是他的学生们 这个内心的一种 激动 而苏格拉底本身呢 那么常常 至少在画的时候 这个苏格拉底本身是 一点都不激动的 相反的 他是很冷静 而且很理性的 的 一个 情况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幅画 就是 都是关于 这个 苏格拉底之死的画 那么 有些 是 苏格拉底已经 已经死了 喝了这个毒药之后 已经死了 那么有些 这是苏格拉底正要 糊涂的时候 那么他正要糊涂的时候 这个 他的弟子们当然就很激动 可是也只能 这个 让老师 喝下这个 毒药 那么 苏格拉底本人呢 则是相当理性的 冷静的一个态度 这幅是 比较特别的 这幅是 法国的 这个 画家 这个新古典主义的画家 David 他所画的 那 很多的 这个 苏格拉底知识 都采用 David 这幅画 这幅画 那么 这幅画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 苏格拉底到死前 都还在雄变的样子 他还在 他手还指着天空 因为他在谈死后的世界 他还指着 指着上面 然后还在讲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弟子们 其实很激动 几乎没有办法 好好地听他讲 这个 他们的肢体语言显示了他们 这个很悲伤的样子 那苏格拉底一边讲 一边拿着毒药 准备把它喝下去 仿佛就只是要喝一杯水 那个样子 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 就是柏拉图缺席了 他请了病假 所以苏格拉底知识的时候 他不在场 他不在场 那么我们书里面 这个谈到柏拉图不在场 这件事情 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语 他说How sad 他说这是多么可悲 If the man Able to see forces into the most expensive human spirit couldn't have been there for his teacher's culminating moment 那么这里 Able to see forces into the most expensive human spirit 很明显的是在修饰the man 那么这个the man指的就是柏拉图 他说这个人 他说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能够看到 人类最广阔的精神 然后看得最远的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 if the man couldn't have been there for his teacher's culminating moment 在他的老师的一个巅峰的时刻 那么他不能够出现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是多么可悲的 可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这个我们书里面 给这个柏拉图不在场 他所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语 好我们再回到飞斗来 飞到这个对话路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苏格拉底 已经准备要服毒药了 那他的学生们 除了柏拉图之外 其他的人都这个到场了 到场了 那么首先呢就是 苏格拉底的手铐跟铰链被拿下来 因为他这个快要死了 他本来关在牢里 怕他这个逃出去 所以他是被上手铐跟铰链的 那么 然后呢他手铐跟铰链被拿下来之后 因为手铐铰链束缚的人很不舒服 所以呢 在我们的书里面那个 三十四页 Risking Eternity 这一节的第二段 他提到 他说 Socrates' chains have just been removed 就是这个chains 就是他的手铐链 刚刚都被这个撤除了 and he is massaging his legs 然后他正在按摩 这个massage 他正在按摩他的脚 因为这个被束缚着 所以脚很不舒服 正在按摩他的脚 那么他在按摩脚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些话 这个斐斗把这个蘇格拉底 过临死之前讲的话 都很仔细的这个来叙述 他说 he remarks that pleasure is a funny thing 他说这个 pleasure 就是快乐 他说快乐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deeply connected noted to pain 他跟痛苦 是深深的连结在一起的 而痛苦正是快乐的想法 it's apparent opposite 那么他说 like one mythological beast with two very different heads 他说快乐跟痛苦 其实就好像神话里面的动物 那么这个动物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头 这样的一种情况 or as we might sa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或者就像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 就像是我们中文所说的一体两面 这个快乐跟痛苦其实是一体两面 那至于他所说的这个神话里面的动物 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头 那么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很有名的就是这个chimera chimera chimera 这个动物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在头里面上面这个是我们在希腊的那个盘子上面 所看到他们所画的chimera 那除此之外 这个是一个青铜器的chimera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 他比较靠近镜头这一边的是这个狮子的头 而比较远的那一边的那个是羊的头 那么这个铜器比较特别的就是 就是他把他的尾巴又做成一个蛇的头 结果就变成是三个头 其实chimera就是两个头 那个如果你看那个比较古老的那个盘子 那上面就没有那个蛇 那这个是后来的罗马人他们的那个地砖 马赛克用拼贴的方式拼出来的 就是这个 这个英雄 这个在大战这个chimera 那么下面的那只动物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动物就是chimera 就是狮子的头 羊的头 然后他的尾巴也一样的就变成一个蛇的头 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在这里面要讲就是快乐跟痛苦 看起来是相反的东西 可是却在同一个东西的身上 那苏格拉底说他在那里感叹的也是这样的一件事 为什么他感叹的快乐跟痛苦是一体两面呢 因为如果你不是被束缚的非常的痛苦的话 那当你把这个束缚打开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 这是多么舒服的感觉 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遭受任何束缚 他其实也感受不到那种很被解放的 多年的禁锢 现在终于不再受禁锢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这就好像一个人他如果一直都是健康的 他感受不到健康的好处 感受不到健康的快乐 相反的如果他生病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病好了 他突然可以到处走动了 那么他会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快乐 或者是一个人他有眼睛 他一点都不会感觉到他眼睛有什么好的 但是如果他失眠了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 他的眼睛重见光明 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他会非常的珍惜 对他来讲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但是苏格拉底在这里 他谈到这个pleasure跟pain之间的一体两面 他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有这个pain 那这个pleasure就不会出现 所以他说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就是人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形 我们也许先休息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样的从快乐跟痛苦 这个过渡到生跟死的课题 那么在34页的下面就是从这一节的第二段开始 一直到这个35页 他这里谈到这个快乐跟痛苦 然后从这个35页的第二段这里开始 他谈到这个生与死的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快乐跟痛苦 以及生与死之间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类比 那么首先他谈到这个快乐跟痛苦 就是苏格拉底呢 他在这个发现到当他忍受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 那么之后他这个拿掉了这个脚链之后 他觉得这个时候特别感受到一种 pleasure 一种舒服的感觉 舒服的感觉 那我们的书里面呢 他在这里面这个举例子 他说也许各位不见得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但是呢 他说如果你之前穿了一双很不合脚的鞋子 然后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现在把它给脱掉了 那你也许也就感觉到这个脚的舒服 那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是 你在从来没有穿到不合适的脚的时候 就是脚一直都是这个 这个光着脚的一个情况 也许你就一直都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舒适的时候 你也感受不到那个脱下鞋子的那种舒适感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举另外的一个例子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是 从不舒服变成舒服 那反过来从舒服变成不舒服 那么就是喝酒的情况 他说这个 Just as pleasure can prepare the way for pain after the glow of the fourth martini wells off 他说第四杯的这个 Martini 的酒 当他喝酒的那种快感过去了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感受到什么 那种不舒服的不舒服的 然后他在这里就举了美国的一个女诗人 Doracy Parker 他所写的这个诗 这个诗非常的白话 在这个三十四页的下面 那么他说 I love a martini too at the most 那喜欢喝马丁尼 这个这是调酒 这个调酒 这个调酒常常都是很好喝的 比起 纯粹的烈酒而言 调酒 因为他带有一种甜味 但是也因此调酒常常有一种 这个欺骗性在 就是喝起来 这个很好喝 可是很容易就醉倒了 那么在这首诗里面他说 我喜欢一杯 martini 然后最多就是喝到两杯 那如果你还想再喝 因为你贪图那种 pleasure 那种喝酒的快感 那就 three 他说 three you are under the table 那喝到第三杯的时候 你其实就要躺到这个桌子底下去了 就是人已经不行了 four you are under the host 那host 是什么 主人 他说你就在主人的下面了 这个意思就是 类似你就被剪施了 你其实就任人支配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 所以 喝酒带给了某种快感 但是呢 当你 大大的去享受那个快乐的时候 那么再来的很可能是宿醉的痛苦 再来很可能就是相反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 他这个例子 就是要显示的就是这个快乐与痛苦 常常是互相伟伴的 互相伟伴的 OK 在那个三十五页的这个第一行那里 他说 early enough if you never wear uncomfortable shoes you are less likely to feel real pleasure in your feet and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gonerse or pain and regret you should learn to mix yourself and irritable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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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也是一种调酒 这个就是gibson 那 这个 他说这个 这个 你如果想要变成一个痛苦后悔的一个专家的话 那你就什么 把自己 跟这个令人难以抵挡的这个gibson 这个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就大喝这个gibson 然后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后悔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所谓的 pleasure 跟 pain 这个相伴的例子 好 那 然后他从这个来谈生跟死 他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生跟死 其实是相伴的 生跟死 并不是 绝对的 分离的 就好像 前面所提到的快乐跟痛苦的情况一样 那么 这 在我们书里的这个作者 他意思也就是说 柏拉图在 这个非斗篇里面 他没有一开始就先讲生跟死 虽然生跟死是整个非斗篇的主题 可是 他主要要探讨的 这个是生跟死的 这个一体两面 这个这样的一种关系 而这种关系呢 他从 苏格拉底解开了他的脚疗 在按摩他的脚的时候 谈到了快乐跟痛苦的一种相伴 那么 那么 来 这个 联系到生跟死的一个 相伴 那么 所以他 在 三十五页的第二段 他就提到 他说 Socrates' casual remarks suggest the theme of the whole dialogue 就谈到了 这个 非斗的这个 这个 主要的 整个对话录的主题 就是什么呢 The relation of opposites Most partenantly life and days 那么 就是生跟死的 这样的 关系 partenantly life and days 就是 他们彼此之间 是这个 关联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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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与痛苦 生跟死 他们除了 有这样的一个 类比的关系之外 他事实上也牵涉到我们人的 不同的部分 他说 As the body underlies the cycle of pleasure and pain 就是快乐跟痛苦 是跟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 你觉得 这里的快乐 其实不是happiness 是pleasure 就是pleasure 事实上是一种 舒适的感觉 它跟我们的 颜耳鼻舌身 是关联在一起的 他说这种pleasure跟pain 它是跟我们的身体 是身体 是快乐跟痛苦的感受者 而生死 则是跟灵魂关联在一起 他说 perhaps the soul underlies the cycle of life and days 在生跟死的轮回当中的是灵魂 身体就跟它无关了 身体就跟它无关了 所以 苏格拉底从一个身体性的 这个pleasure and pain 这个联系到灵魂的 心灵性的 这个生跟死的课题来 这个是柏拉图在写作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策略 从比较具体的身体性的东西 来到这个比较抽象的 这个牵涉到灵魂的这个部分 因此他就要开始谈死亡的这样的一件事 他说 days appear at first to human consciousness as a startling interruption of a seemingly continuous flow of life 他说死亡 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死亡呢 死亡并不是一个东西 死亡所显示出来的是我们的灵魂 那表现在心灵上面 就是所谓的human consciousness 就是人的意识 人的意识呢 现在被打断了 它本来是什么 处于一个 它说一个 seeming continuous flow of life 一个生命的连续之流当中 在生命的连续之流当中 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 都一直都在 那么死亡就是 这个连续的流停下来了 然后不再有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意识其实不是总是在活动着 对不对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那个意识有可能什么 也跑去休息了 当然意识有可能什么 就是人的身体在休息 意识还在活动着 所以也许你就在做梦 或者也许你睡不着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意识之流 并不是总是一直都有的 它有可能会什么 这个暂时的脱离 可是等到你比如说 你醒过来 它就继续的在 那么生命 正是这样的一种连续性 我说生命的这种连续性 意思并不是说 生命是不会有中断的 生命有可能什么 有中断的时候 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上面 显示的是这样 就是你去睡觉 所以它暂时的中断 可是等你张开眼睛 那整个的故事进程 继续的进展 你昨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所以你心情非常不好 你跑去睡觉 事实上就是让那个 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 暂时的中断 然后等到你醒过来 其实你还是得面对 那个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 如果它并不会因为 这个中断而结束的话 那么 所以我们的生命 事实上是有中断 但是这个中断 在睡过一觉之后 它会继续的进行下去 这个正是我们认为 睡梦是不实在的 因为睡梦 它的中断是 永恒的中断 我的意思是说 你做一个梦 然后你醒过来 那个梦就化为无有了 就不会再继续下去 可是现实之所以为真实 就是因为你即使把它中断 你跑去睡觉 等到你醒过来 这个现实还是在的 比如说 这个你染了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那你跑去睡觉 醒过来 你还是染了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对不对 除非你死掉 或者你必须要面对的就是 现在你生病的这件事情 可是睡梦当中的东西并不如此 我们说睡梦 做梦之所以是虚假 就在于做梦结束之后 它不会因为 你醒过来 然后第二天你睡觉 它就继续下去 它不会 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梦 就是你在做梦 然后在梦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梦突然 这个跑出一排字幕说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做梦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而且你第二天真的 你在做梦的时候 所有昨天梦里的情境 继续地进行下去 那我必须说 那个梦就不是假的了 那个梦已经变成是真的了 那么真实性 其实正在于 它是会继续下去的 会继续下去的 那么虚假性就是 它不会继续下去 所以做梦是虚假的 因而如果那个做梦 是会像连续剧一般的 一个接一个接一个 这样子的一直进行下去 那那个梦 就变成是真实的东西了 就变成真实的东西了 事实上游戏 这个电脑里的游戏也是这样 对不对 电脑里的游戏 你可以玩到某一个地方停下来 然后你继续玩下去 所以它看起来 好像有某种真实性 可是呢 如果你不想玩了 你彻底的把这个程式给毁掉 它就结束 就完全彻底的结束了 所以这个当我们在讲 人生如戏 人生如梦的时候 都在讲它是虚假的 所以戏跟梦是虚假的 就在于它们不会连续下去 它们到了一个段落 就告终 就告终 但是我们会讲 人生如梦跟人生如戏 是因为 因为我们发现 人生最终也会是这样 就是人生也会告终 到某一个时刻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 它也就完全彻底的结束了 如果我们过去就是把 所谓的虚假 理解为就是 它停下来之后 就再也不会有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像梦 像戏 或者是像在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 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在这个说法里面 它讲梦幻 泡影 露 电 电光火石 都是什么 短暂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游戏也是短暂的 或者你不要讲游戏 你讲戏剧里面的戏 对不对 那个戏剧的一出戏也是一样 那个戏里面有人死掉了 可是戏看完了之后 那个死掉的演员就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就走掉了 那 他们事实上什么 他的虚假性就在于 他只在那个短暂的时刻 他不会持续下去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人生 就是人生长很多 他做了一个梦 又一个梦 又一个梦 可是如果到有一天 人终究还是要死掉 那人生也只是比较像 长一点的梦 或者长一点的戏 不管是戏剧的戏 还是游戏的戏 他只是比较长而已 最终 他还是会被中断 会被终结 而且从此之后 这个人生就彻底的结束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死亡就让整个人生看起来 就会是像梦一样 像戏一样 从而人生也具有同样的虚假性 他跟梦或者戏 唯一的不同就只在于他比较长而已 可是也只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梦 或者一个比较长的戏 但是他也不过就是什么 七十寒暑 八十寒暑 甚至活了一百年 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告终 对不对 还是会告终 这个真是死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 所以死亡其实是让很多的事情化为无有 因为它本来像是一个真实的事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真实的事 死亡的出现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一场梦一样 就像一个游戏或者是一出戏剧一样 它其实变成是一个虚假的事情了 变成是一个虚假的事情了 所以死亡具有一种特色在 这个特色环转了真实跟虚假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在这里提到 他说 他说现在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认为一切都什么 从无到有 从没有生命 无生物到有生物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通常把生命的起源当作是一个最大的谜 就是在一个唯物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生命会产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 在现代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去说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死亡的反转 死亡把一个真实的你活着你觉得这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事情 把它变成是一个虚假 那死亡事实上是一个比生命还大的一个奥秘在 所以他在谈到 他说我们习惯把说生命是奥秘的 生命的根源是我们所要去研究的 那么他现在反过来说 他说死亡的根源其实才是真正奥秘的 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他说 那么这个 魏到底死亡是怎么产生的 他说这个其实才是一个令人迷惘的一件事情 那么哲学家的思考 他哲学家的兴趣 与其说摆在生命这件事情上面 还不如说更多的是摆在死亡的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在这里就举例了 举了这个Hans Jonas 这个当代的一个哲学家 我们书里面在前面 在第十页的地方曾经提到 这位犹太的这个哲学家 那么Jonas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metaphysics arises from graves 他说形上学 事实上是从墳墓当中产生的 那么墳墓是什么 其实就是死亡 也就是说会出现这个形上学 其实就来自于死亡这件事情 对于死亡的思考 才产生了这个形上学这件事情 那么在整个所有的这个 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 对于死亡的问题做最多的 陈述的就是fatal的这个对话录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在这个快乐与痛苦 以及生与死这样的一个类比的关系 那么他说快乐与痛苦是属于身体的 是身体的一种感受 这个人很可能死了之后 他就不再有这个快乐与痛苦 对不对你在活着的时候 你想要吃好的喝好的 享受各种肉体上的欢乐 那么到死了之后没有这个肉体 这个快乐跟痛苦这件事情是不在的 但是你的灵魂会在乎的 这个灵魂所要承受的 这个灵魂所要承受的 跟身体所要承受的是不一样 身体要承受的正是快乐跟痛苦 可是灵魂所要承受的是生跟死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灵魂的问题 灵魂的问题 那么在三十五页的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倒数在中间这一段的第三行的地方 他问到 他讲到一个人死了之后 只剩下一个身体在那边 那个身体的个性 那个身体 那个你所知道的 你所爱的那些 那些现在都不在 只剩下那个躯体而已 那么那张脸还在那边 可是那个脸的表情 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么 而那个东西 那个你所在乎的 就是除了身体之外 让那个身体变成活的那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灵魂 那么他在这里面他就说 Let's call that mystery mysterious whatever the soul 就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灵魂 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灵魂 那么灵魂这个字就是 pishkei soul pishkei 它来自于这个希腊字母 那么这里的希腊字母 有两个字比较特别的 一个就是这个psi 它是相当于英文的两个字母ps 那么这个k 则是相当于英文字母的ch 那么所以它变成了 这个拉丁字母 就变成了psi 然后che 在希腊字母它只有四个字母 对不对 ok 这个pishkei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讲 比如说心理学psychology 的由来 那 在英文里面因为它的这个发音 就是pish这个发音 它是发不太习惯 所以后来p的字首就变成完全不发音 就是psychology 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发音 那么在希腊字母里面这种两个 相当于拉丁字母两个子音的 一个就是ps 另外一个就是ks 可是这个ks 并不是这里的开的写法 这个字反而是ch的意思 好 这个是关于灵魂这个字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眼 很特殊的字眼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它下面开始解释这个灵魂 它说maybe 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定论 三十五页的倒数第二段 这一段讲的是唯物论的灵魂观 跟死亡观 讲的是唯物论的灵魂观 跟死亡观 所以它不是 就是一切的对于灵魂的看法 那么它说 maybe the soul is just an attunement of the body to use the language of the fatal or to speak in contemporary terms the mind is no more than a brain that's hooked up and firing 那么它在这里面描述这个灵魂 它说灵魂是身体的attunement 那综艺本 不管是繁体词 还是简体词的综艺本 都把attunement翻成调和 这个调和 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字眼 这个attunement 事实上是像你转动一个开关 或者一个按钮 那个就叫attunement attunement 比如说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 你想要收听那个频道 不要有杂音 那你就会attun 就会调整它 那么灵魂呢 现在它在这里把它视为 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或调节 就是一个对于 身体的一个 你甚至可以说 对身体的一个控制 让这个身体起作用 这个叫attunement of the body attunement of the body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摆在当代来看的话 那么就是从心灵来看 那么这个心灵来看 它在下面讲到 它说心灵是什么呢 a brain 就是一个脑袋 that's hooked up and firing 就是这个脑袋的管路接通了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这个生活了 生活了就是什么 起作用了 那个就叫做心灵 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那么所谓的 灵魂或者心灵 因为这个 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psique 这个希腊文 它就转变成心理学的那个心理 但是它摆在古希腊 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叫灵魂 所以古人讲的灵魂 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心灵 就是 soul 跟 mind 他们其实都是psique 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psique 所以实际上是同样的字意 那在这里它所讲的是 唯物论的一种灵魂观跟死亡观 那么这种灵魂观跟死亡观 告诉你的就是说 在身体跟心灵这方面只有身体 并没有心灵 心灵只是什么 身体的控制 身体的控制 那个就叫做灵魂 它并不是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同样的 就是它说 mind 是什么 心灵是什么 是脑袋 brain 是脑 人的脑 对不对 这个脑呢 hook up and firing 就是这个脑能够起作用 能够起作用 那个就叫做 mind 相反的 当它不能够起作用的时候 那么它也不过就是一团肌肉 就是只是个物质性而已 那它能够起作用 那个就叫 mind 所以在唯物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里面 所谓的灵魂或心灵 其实就是一种作用 那我们的身体各种东西都有作用 比如说你的腿的肌肉的作用 就是让你运动走路 那你的脑的作用就是让你思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叫做心灵这样的东西 它不过就是一种作用 而这个作用的那个物是什么 是脑这个肌肉 脑的这个肌肉让你去思考 就像脚的这个肌肉让你去走路一样 那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 所以你就理解到 唯物论并不是说人不能够思想 对不对 人可以思想 人可以思想 人可以思想就像人可以运动一样 它是一种作用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当代 特别是我觉得在医学上面 那么很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观点 来看待的 就是把它理解为它其实是一种作用 所以并没有灵魂这样的东西在 这是唯物论所抱持的一个观点 那在书的这个后面它特别就是讲到 这个我觉得它用Function这个字眼 Function这个字眼 我觉得更明显的把它的这个作用说出来 它说the soul is a function of a minimally healthy body 灵魂就是一个这个最低程度的健康身体的作用 like running is a function of a walking car 就如同汽车的作用就是它会跑 那灵魂呢其实也只是一种作用 所以灵魂不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能力是一个功能 那么就像汽车也有这样的功能一样 那你不能够说看到汽车在跑 你就说这个汽车有灵魂 同样的 你不能够看到一个人他在思考 他在这个产生某些意志 并且在做什么行动 你就说他有灵魂 这是唯物论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看到三十五页的倒数第二段 最后他提到 他说this view is generally called materialism 那么在这句话的前面 他引用了两个古代跟现代的诗人所讲的话 古代就是一个罗马的诗人 Lucasius Lucasius 事实上也是一位哲学家 那么他就讲过类似的看法 说死亡是什么呢 他说the sweet perfume of an ointment has escaped into the air 那么他的这个话 就是说那个油膏的那个香味 已经这个散发到空气当中了 所以死亡就是什么化为乌有 死亡就是化为乌有 为什么因为如果死亡牵涉到灵魂 而灵魂只是一种功能 现在这个功能没有了 所以他就什么就消散了 就像香气消散了一样 一个人死了他的香气就消散了 所以你就再也闻不到这个味道 就好像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 活生生的对着你笑 对着你说话的样子了 只会留下一个肉体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Philip Larkin 他是这个英国的诗人 那么他这样描写死亡 他说total emptiness forever 死亡就是完全然的空洞 死亡就是全然的空洞 而且是forever 永远了 就是再也没有了 the zero extinction that we travel to 就是我们旅行到最终一定会有的 extinction 的熄灭 这个就是死亡 and shall be lost in always shall be lost in 而且我们永远会什么 就从此 在到了那个extinction 到了那个熄灭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什么 完全 失去在那个地方 永远的 always 这样的一种描述 其实都代表了就是 在唯物论的一种观点底下 没有灵魂 所以死亡就化为乌有 那么在这个35页的 最下面这一段 一直到36页 他谈到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二元论的观点 那么他们的灵魂观跟死亡观 那么在这个观点里面 35页的下面他提到 the other view usually referred to as a form of dualism hold that the soul is in some ultimate sense separable from the body 他的观点呢 是认为灵魂是另外一个东西 他是可以跟身体分开来的 那么这个就变成是一种二元论 我们通常哲学上就称之为 叫心悟二元论 心悟二元论 那他在下面举个例子 他说 If material is hold as a soul is a function of a minimally healthy body 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就看到 就是说这个灵魂只是一种作用 这个是唯物论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like running is a function of a working car 就像一部车子他会跑一样 那么这个一个人的身体 健康的身体 他会有一些灵魂的作用 那个其实就是作用 那么反过来 dualists in conscious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soul steering the car and that after the final rake he is perhaps able to get out and walk away 那二元论者呢则是认为说 灵魂呢是驾驶着这一部车子 然后呢 现在这一部车子抛锚了 灵魂就下车 然后走掉 就走掉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脱离这个车子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二元论 他这个看法 那么在 所以他在这里就把这个materialist 跟dualist 做了一个比较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 在三十六页 这里他就谈到了就是 苏格拉底呢 在立场上 是比较偏向于把这个 把这个 靈魂跟肉体 的视为是一种二元论 在Fedal的这个对话录当中 虽然事实上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有提出什么 很好的证明来 就是有关于就是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那当然现在 有一些人用一些方式来设法证明 有灵魂就是说 有人死了以后 或者是病死经验 他会看到有光出现 那么甚至有些人 甚至 这个到 这个地狱去走一遭又回来 或者甚至有灵魂附身 等等这些 这些情况 但是这些情况的例子都非常的少 对不对 那么这种例子很少的情况 其实就好像 这个Covid-19 的疫苗 他 临床的 这个测试 只做了很少的测试 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很 确定的就是说 所以 人是一定有灵魂的 人是一定有灵魂的 但不管怎么样 在很多宗教里面 几乎都是把人当作是有灵魂来看待 对不对 不像是这个 唯物论的一个 一个情况 那么在 当作有灵魂的这种看待里面呢 就会问 时候的灵魂到什么地方去 那么在三十六页的第一行 他提到 Either into another body 就是有可能 时候灵魂会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那边去 就是附身 对不对 Reincarnation or into another zone of existence 或者灵魂跑到另外一个存在的领域里面去了 那么他这里就举例子说 For instance Valhalla or one of the nine circles of hell 比如说到这个 Valhalla 这个 Valhalla 是北欧神话当中的天堂 那投影片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游戏 对不对 这个叫刺客教条 那么刺客教条的那个英文其实就是Valhalla 就是Valhalla 那 Valhalla 事实上就是这个维京人 北欧人 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天堂 所以 所以他只是用了这个名词 这个游戏未必牵涉到那个天堂 但是 如果我们看古代 这个北欧的绘画 他们描述那个Valhalla 就是一个 酒宴的一个场合 那么 他们想像那个天堂大概就是像那样子吧 另外他还提到就是 nine circles of hell 地狱的 九层的地狱 这个九层的地狱 这个九层的地狱 是蛋丁的神曲里面 那么讲到地狱的时候 他描述说地狱共有九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苦 这个这样的一种叙述 其实很像 在 中国古代的 这个 神话的描述里面 就是有什么十八层地狱 那一样的就是每一层的地狱 他也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阎罗王 以及他所掌管的 这个 事情 并且 在那里面 就会针对 一个人的 德性 就是他生前所做的 事情 给予他的 不同的处罚 那么 相信有灵魂呢 就是认为说 灵魂最终会到某个地方去 或者最后会轮回 所以他会转世 投胎 等等 这样的一种看法 那么在这些看法里面 都显示了什么 肉体会死亡 可是灵魂是不会死亡的 灵魂不会跟着肉体的死亡一起死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例子 就是车子抛锚了 人就算了 那我不开这部车 人就走出来 对不对 灵魂就像那个驾驶一样 那么所以在三十六月的最后 三十六月上面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The soul is deathless and its true home is elsewhere 他说灵魂是不死的 然后呢 灵魂真正的家呢 在别的地方 那么在什么地方 因为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 或者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所描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是关于灵魂 那苏格拉底在菲德那边 他似乎是 站在二元论的一个立场 因为他在那里面就是在讲 这种灵魂的不朽 所以他面对死亡 他就没有任何的恐惧 对他来讲 那不过就是他灵魂要到别的地方去 就变成是这样 那么这个当然跟我们在apology 那边 他对大家讲的时候 他其实并不很确定 他说灵魂死亡到底是什么 有可能是彻底的消灭 但是也有可能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不对 但是在他死前的这个Phaedo里面 他看起来是抱持着这个死亡 是这个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样的一个看法的 不过我必须说在这里面 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彻底的论据 说这个灵魂是不是一定有 或者是这个死亡是不是一定就是 真的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样的一个证明在 我们书里面其实重点并不是要去说 死亡究竟是怎样 这个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确定的定论的 毕竟这一节的标题叫冒险永恒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 几率的可能性 有风险其实就是告诉你 他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那么重要的事实上是 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那他在三十六页的第二段这里 他谈到了苏格拉底呢 他在讲这个生跟死的这个课题的时候 那么他呢 这个所做的一些动作 所做的一些动作 那么就是三十六页的第二段 他说In all his most and other worldly dialogues 这个other worldly dialogues 就是他的一个非世俗的 也就是他的这个对话录 这个对话录是牵涉到彼岸的 而不是此岸的 也是跟生死有关的 这样的对话录 他说在柏拉图这种 这个最跟彼岸有关的那个对话录当中 那怎么样呢 柏拉图呢 Present Socrates as a sensualist 把它呈现出 把它表现为 他是一个感官主义者 好 这里呢感官主义这个字眼 他的这个就是作为感官主义者 sensualist 那么牵涉到的就是感官 那么这个感官呢 指的通常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这个我们的物质性的身体 他可以让我们接触到物质性的外在世界 里面的色身相畏处 眼耳鼻舌身色身相畏处 那么苏格拉底呢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 完全活在一种心灵的世界的人 柏拉图在叙述这个苏格拉底 当苏格拉底在想说 他怎么去证明人有灵魂这件事的时候 那么苏格拉底在做什么呢 苏格拉底在抚摸着他的学生 Phaedo的头发 在抚摸着他的头发 你可以看到这个书里面的叙述 三十六页的第二段第二行 他说 In the Phaedo Esocrates collects himself to try once more to prove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he begins to stroke Phaedo's lovely lux of hair 这个是要显示什么呢 这里他其实要显示的就是苏格拉底 并不是那么的只活在灵魂的世界 人活着就有一个设身 就有一个身体 而我们的身体跟物质世界的接触 靠的就是我们的感官 所以一个感官主义者 其实 常常也会是一个唯物论者 那苏格拉底呢 虽然他在这里设法要去 这个 证明灵魂的存在 他要去 这个 这个 显示 这个有灵魂 这件事情 可是他并不是因此就什么 就说身体是不重要的 物质是不重要的 感官是不重要的 那么 在这句话里面他说 Esocrates collects himself Collects himself 意思就是静下心来 这个把自己 这个 这个想清楚 那么中义本呢 这个Collects himself 这句话完全都没有翻译出来 他要让自己静下心来 然后要去证明灵魂的不朽这件事 当他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呢 身体有一个动作 He begins to stroke fade those lovely locks of hair 这个 lovely locks of hair 就是什么 这个 头发的 那个 可爱的 那个 法圈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在中义本 那个 繁底字把它翻成秀法 简体字把它翻成法术 其实这个跟希腊人的 这个 身体 那个 头发 的结构有一点关系 就希腊人 你知道他们是很 常常都是卷法的 这个 这个天然的卷法 所以你看很多希腊的雕刻 那个 头发其实是很不好雕的 因为他们都有这些卷曲的 那么这个 Lacks of hair 就是那个卷曲成 一卷一卷的 那个卷毛 那个 那个 就称之为叫 Lacks of hair 可是我们的书里面 就是 在 中义本里面 几乎都没有办法 把这个Lacks of hair 很好地翻译出来 翻译成什么 秀法 或法术 其实并不是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 后面他继续说 Sacredis conversely simply savers young man's curse 这个 curse 就是那个 法的 头发 那个卷法 那个 卷起来的 一圈一圈的 苏格拉底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在享受着 摄身 物质 身体的一种 快乐 对不对 Saver 就是什么 他在品尝着 他在品尝着这个年轻人的头发 那年老的人 很可能什么 头发都凸了 又不会有什么卷法 对不对 那他呢 这个Fedo 这些学生们 他们年纪比较轻 来看苏格拉底 那苏格拉底就抚摸着那个头发 享受着这种 这种 触感 人 还活着的时候 其实就是 他还 具有这种 眼的鼻舌身 从而他可以 享受这样的一种 摄身香味醋 所以他说 苏格拉底 severs young man's curse as he usually severs the sins of the war 正如同他品尝着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东西 正如同他 这个 在他 过去 他其实也都在享受着 他的人生一样 人活着 就是要享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 东西 我所说的 享受这些东西 不是只是什么 只是吃美食 不是只是 这个 享受性的愉悦 并不是只有这样子 很多的触感 很多的味道 你比如说 你闻到春天的花香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品尝着某一种特殊的 这个 食物 等等 这些事实上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要去 这个品尝 品味的 的 那苏格拉底呢 他活着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都在享受 这样的东西 他从来不是一个什么 活着只有精神世界 然后他在物质世界上面 没有任何的享受 所以当他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在享受着摸着 那个卷法的 那样的一种 一种感受 我记得我在 读Fedal的时候 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常常想到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当我的 胡子开始长出来的时候 我常常就忍不住 要去摸那个胡子 然后那个胡子呢 不像现在这样硬邦邦 就是很软的 很柔软的 所以摸起来 有一种 特别的感受 让我常常忍不住 要去摸他 这个是作为 我们有一个 有色身的人 这个他活着的时候 你所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那么 当你还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感受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就是 他总是在品味着这个世界 他不是只是一个 活在他的思想当中的人 所以他 他说他 As he usually savours the thing of the world without self-pity without overrating the experience with a natural spontaneous relish of the thing itself 那么 正如同 他平常在品尝着其他的 这个事物一样 他享受着他们 享受着他们 这个是 在描述这个苏格拉底 他临死前 他的一个很小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显示了什么 显示了苏格拉底 你从来不是一个只活在心灵世界的人 对不对 他有他所生活的 身体的那个世界 而且他很好地在享受 那个属于身体的世界的各种 有我们的眼的鼻舌身 所接触到的舌身香味处 所以你活着 你要看很多东西 听很多东西 对不对 然后甚至 享受那些触感 那些味道 气味等等 这个正是 这个人作为人 所能够享受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是 柏拉图在叙述这个苏格拉底的时候 这个所谈到的 我们书里面在36页的第三段 他进一步提到 他说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dialogue is a profound concern for how we live now 他说 这个对话录最终 其实在乎的不是死 而最终在乎的其实是活 我们刚刚在前面 就已经提到过 生跟死 事实上是一体两面 对不对 生跟死事实上是一体两面 所以 讨论死亡的课题 其实就是讨论活的课题 那么他 在这里他就讲到 The practice for death is a practice for life 就是 有关于死亡的这个实践 其实就是有关于 生活的实践 就是死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牵涉到 人要去怎么活 这件事情 那么他说 It's true that Sacruity speaks of how the philosopher should despise the nominal pleasures of food and drink not to mention sex 他说苏格拉底的确 曾经讲过 就是他 就是哲学家 轻视任何 所谓的食物啦 饮料啦 的那种 pleasure 的那种 所带来的快乐 更不用说是那种性的欢愉 但是他下面提到 But given the sensuality of sacruity 他说就 苏格拉底的那个感官性 来讲 他在《光吾》里面提到 A seventy year old who had just fathered a child 他说苏格拉底呢 他临死前已经七十出头了 七十岁 可是他才刚生下他的第三个孩子 那显示什么 他到七十岁的时候 他其实都还享受着性 这样的一种快乐 所以才会什么 还有孩子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 苏格拉底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性 他说 I wonder if he means something other than manish of demons 他说苏格拉底绝对不是叫人 要禁欲 然后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欲望 苏格拉底不是那样的一个基督徒 或者是至少我们在中世纪看到 就是绝对禁止人的一种物质上 的享受 相反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活着的人 他就享受着活着的时候 有的欢乐 但是他不把那个当作是一个什么 一个目的 但是人活着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东西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活着的时候 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的这样的一种享受 一种看法并不是一种享乐主义的看法 那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这个D.H. Lawrence 那是一个英国的文学家 他很有名的一部小说 就是这个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这本书 那他在他的那个书里面 当然讲到了很多感官的东西 但是他写过一首诗 这首诗呢 其实正表达了 我们对感官应该有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就看一下这首诗 他说 They call all experience of the senses mystic 他们把这个感官的经验 都称之为叫做神秘 when the experience is considered so an apple becomes mystic when I taste in it the summer and the snow the wild water of earth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sun 他说所以呢 因为他把这个都称之为是神秘的 所以呢 一颗苹果就变得很神秘了 当我在吃这个苹果的时候 我尝到了夏天的味道 我尝到了雪的味道 我尝到了泥土里面 那个野地里的那个泥土的味道 我尝到了阳光的坚持 当我告诉你说 我在感受着一颗苹果的味道的时候 我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他说 那些人就把这个说 这个是太神秘了 然后他下面接着说 If I say I taste these things in an apple I am called mystic 我就被称之为叫神秘主义者 他说如果我说我在苹果里面 尝到了夏天 尝到了冬天 尝到了阳光 尝到了雪 尝到了泥土 那么我就被称之为叫神秘主义者 而这个他们说我是神秘主义的意思 which means a liar 说我是在说谎 无扯 这个苹果哪有这些味道 然后他接着说 The only way to eat an apple is to hug it down like a pig and taste nothing 他说所以呢 我不能够这样子来吃一颗苹果 因为这样子就像是一个说访者 所以我只能够吃一个苹果就像是一只猪一样 这个猪吃苹果完全没有任何的品味 对不对 就是什么 拼命的把它吃进肚子里面去 这个叫hug it down like a pig 然后and taste nothing 没有品味到什么东西 that is real 他们就认为那个才叫做真的 那么如果我说 我在这里面吃到的阳光 我在这里面吃到的泥土的芳香 吃到了这个霜雪的味道 他们说你这个根本就太神秘了 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物质的世界当中 我们不就在感受着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吃一颗苹果 享受一颗苹果 那里面所带有的 所有的这些感觉 这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有这个色身 我们有这个感官 所能够带给我们的 苏格拉底当他活着的时候 他其实在享受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生 享受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生 他在感受的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这个是在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ok 那么所以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这个 这个进到这个结论来 就是死亡的问题 其实就是生的问题 而生的问题其实就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怎么样的去享受 去品味我们的人生 那么他在这里 谈到这个Lawrence的这首诗里面 他说这里面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 三十六页的最下面 他说 the distinction here is not between between festing and eating festing就是什么 就是禁欲 就是什么都不吃 以及吃 他说差别不是什么都不吃 跟什么都吃 他说差别是什么呢 but between considering and not considering experience 是在你经验的时候 在你有这个感官经验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思考你的感官经验 还是你不思考你的感官经验 between testing how the sunshine and raindrops of the universe have knocked it together into an apple and picking the thing down to satisfy a transient desire 那么或者说 那个差别就在于 当你在吃一个苹果的时候 你感受到这个苹果当中的阳光 雨水 这个他们怎么样的交织在这个苹果上面 这个在苹果的味道上显示出 你所感受到的那些滋味 所以还是你就是什么 像猪一样的把它给吞下去而已 让它变成只是一个什么 变成只是一个欲望的满足 这样的一件事 差别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苹果拉底 他对于人生的享受 事实上就在于 他不是把人生当做这样的一种欲望的满足 相反的他品味一切的物质的感受 享受一切物质的感受 人活着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在 所以他说 简单的说 insured between the examined and the unexamined life 那么 他说这个差别其实就在于 有没有检查的 这是不是一个检查的人生 还是一个不经检查的人生 一个经检查的人生 他在品味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都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欲望 相反的他在感受着他 享受着他 你到人生来走这一趟 你其实就是要去感受或者是享受 这样的一个东西在 那么当你去感受他享受他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被检查的人生 相反的你只是什么 像猪一样的把他给吞食进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未经检查的人生 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里 他要针对苏格拉底潭死亡 但是就他所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在 在这个享受这样的一个人生在 那么 37 页的第三行 他说 When our minds are focused on the universal We get the richest physical experience When we are focused on the pacing world We get only the most attract kind of pleasure 那么这里 Focus on the universal 这个 缓体制的中意本把它翻译成叫 专注于万事万物构成的世界 而简体制的中意本把它翻译成叫 放眼缓语 可是 Universal 在 在哲学上指的是什么 普遍的事物 普遍者 他跟the particular 是一个对应的字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其实跟宇宙跟世界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说当我们的心灵 专注在普遍的事物上面 这个普遍的事物就是什么 正义 这个虔诚 神 永恒 这个就是Universal 当我们专注在这个Universal上面的时候 他说我们才能够什么 得到最丰富的物质的经验 那么反过来 我们不专注在这个普遍的事物上面 我们专注在什么 那个转瞬即逝的世界 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就是什么 欲望的满足 对不对 就是欲望的满足 当我们专注在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的时候 他说我们所得到的其实就是那种抽象的愉悦 抽象的愉悦 或者抽象的快乐 这种抽象的快乐是什么 你出现一个欲望 然后你就去满足这个欲望 你再出现这个另外一个欲望 你再去满足那个欲望 那么就是变成是一个欲望的一个不断的满足 那么相反的 苏格拉底并不是如此 对不对 他是focus on the universal 这个普遍的事物 这个普遍的事物 事实上也就是什么 永恒的事物 人专注在永恒的事物上面 所以他在物质的世界当中 他不是只是看到物质世界的无常 相反的 他反而能够得到最丰富的物质的经验在 所以一个哲学家并不是 因此只活在他自己思想的世界当中 他也享受人生 对不对 享受着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所具有的丰富性 因为这些都包含在普遍性当中 包含在永恒不变的大的世界当中 那么在这一段的最后面 他谈到 他说 sacrary dream deeps of friendship wine and conversation 他说 苏格拉底深深的喝下 喝下什么 友谊 你看他死的时候 这么多人 来到他的身边 这个 跟着 就是跟着他 那么他也深深的喝下酒 对他也享受美酒 享受美酒 他也深深的喝下了 conversation 就很多的对话 跟人这个畅快的 谈论哲学 那么苏格拉底享受这一切 friendships wine conversation 然后他后面说原因 他说 because he lovingly savours solitude discipline and contemplation 因为他带着爱在品味着 人生当中的这一切 这一切包含什么 孤独 包含着自律 包含着思考 他享受这一切 所以在这些当中 他就享受到 这里面所具有的 美好的事物 这个是 他谈到苏格拉底的一个特点 那我觉得这个特点 在翻题之中一本 或者是简体之中一本 你们其实都 这个翻 都没有办法把 这样的一种情况给翻译出来 一个人他活着 他感受这一切 并不是要去满足他的欲望 而是让他的这个心灵 能够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开阔 那么 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到 这个死也是一个值得的死 那么永恒的课题 我们就留到 这个下次的上课再来谈 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我会说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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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5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